我們是跟萬安生命合作 所以他給我們的是就是標準的台南辦告別式的時候的所有的東西都在 那在那裡辦的時候 因為等於說靈演也很多 那我們的主演們知道那一支最後一場戲 VIA、可芳也好 或者是其他人他們這些跟他們的背景很直接 有衝擊到 所以年輕大家的情緒其實非常非常在狀況內 那天在殯儀館的告別式 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才一年前才剛剛經歷就是失去父親 所以整個過程就還太清晰在我的腦海裡 所以只是在彩排就崩潰了 我的余光就看到 可芳 他也在崩潰這樣子 我說我實在剛想到我父親才剛剛發生的事情 結果他就跟我分享了他家裡的故事 他說他非常記得 因為就在同一個拼音館 聽到這個就心很痛 我覺得他們都是非常非常專業的演員 所以 Vivian我知道是因為剛好他父親 大概那時候一兩年前過世 所以我們又是伴爸爸過世的 那個衝擊感很強 然後可芳覺得極視感很強 所以他有一點情緒比較不好控制 我覺得我當課當然只是覺得說 他們選擇了用自己的角色在面對葬禮那一場 我其實也明白他想要保留那個最殘忍的部分 然後在鏡頭前面呈現他最好的那個樣子 所以拍到後面的時候 我再覺得也許他快要撐不住或者怎麼樣的時候 我有過去露著他 就是我也希望他保留那個情緒 對演員來講很殘忍的東西 但是對角色來講 卻是米族珍貴的東西 丁姐有一個他走進靈堂 然後一直到他做下來的戲 那個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多複雜的指令 但是他演一個先生的情人 然後正式的參加先生的告別式 到最後坐到家屬區的位置 我相信很多觀眾看到這邊的時候 就眼淚會掉下來 因為那一場戲是他坐下來之後 跟阿晴跟銀萱的角色坐下來對看 然後互相點的一個桃 那也是全片 對我有金馬女主角跟女配角 我們全片只有那個鏡頭讓他們得到戲 我都盡量不跟銀萱啊Vivian 他們有太多眼神交出 因為我們很怕不小心就變成了 OK他是Vivian然後我是丁寧長 然後到後面有一個特寫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緊張那個特寫 那我就到外面去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銀萱就過來 然後我就握著我的手這樣 然後我就感覺到那種他給我很大的支持的力量 我也不斷地就是一直聽音樂 幫助我自己穩定在那一個氣氛裡面 這場戲也蠻大長的 因為太多鏡頭要拍 所以這場戲下來我的確是有那種蠻疲憊的感覺 但是拍完真的好開心 其實我不知道沒有在現場拍 看到我跟我們四個女生抱在一起 啊我停過來了 停過來了 因為這場戲其實對我們這四個女生來講 都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我們很高興說 哇我們把這場戲搞定了 而且大家的狀況都還不錯這樣子 所以媽 你還是有愛阿公嗎 我愛阿公就是阿嬤 我愛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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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阿嬤